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避灌点传访 见众生受苦时就生起无量的悲心 长长流泪甚至带受 一次 藏民用皮带狠打一只狗 狗并无痛下 而法王之辈当下出现了横其复发的皮带狠 血迹斑斑 藏民见此身自责愧 再也不敢打狗牛等众生了 二者 具足智慧 法王精通共同学问和显密的一切经论 对于武陵 西杰通老乃一切智者 能自在无奈地进行一切讲解和辩论 以修升起次第显现了万物清静的坎城 由修圆满次第自在了脉 气 灵点和正物赤裸凌空 彻证法界 得究竟圆满的成就 因此 他老人家至少有数以百计的灌点传法弟子 以达到能涉受其他弟子境界 法王的著作包括以大圆满为主要内容的四大剑 其著作被分辨性观察而成 不经思考 也不需参与任何资料 而是经过祈祷上师本尊和入定后所写意 他老人家可以一边写作 一边同别人交谈 三者 戒类清静 法王自受戒起 便护戒如眼 在动乱年代中 活法衰弱时 他老人家仍无泪如海 从无丝毫破范 从而成为众多持累者之上手 现在 常驻五名的数千戒属都是清静持戒的出家人 在家弟子也都手持五戒的 对剃度出家的受戒都先经严格考验 法王经常教诫弟子们要庆情贤良 延持戒律 为政法九住又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犯戒为规则予以开除 四者 从法必生活 法王自出家起 从未间断过本法 由于从此一元 藏地寺院多有所患 为重庆圣教 法王 法王重新修建许多寺院和讲修学校 金刚法会等 整顿佛教 使一切有缘僧众持清静戒律和精进文思修行 被佛法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关怀汉帝和国外弟子 九五年 在五明又建了一座可供数千人文思修的汉僧贤密大经堂 社寿弟子已达数百万人 独者 神通自在 法王具无奈之身 开取诸多浮藏人事业 利益了不量辐射 六者 增进人间 法王常教界弟子们 断明立心 全体学生 护尊不安 并胜于七兄弟 唱世家如来 无我利他 慈悲济世之谱不安 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谈 所作所为 应有益于社会祥福 报国之类 加强佛教各教派之间深层次的交流 秦学无构智慧 秦修一切善业 庄严国土 利乐有情 经法王传授大爷们的技术中 有不少持就和生者 交替缩小者及元季后出现续部所说的 宏光 生强标志 能够中年成就解脱者 将无数众生延往残入世界中 仅举二点 在法王面前 经过大爷们的新随前情 和大元盛会的国庆司松人 朗凯 六十年代 在邓科 白马日托神山中成就一身 仅留下了童话指甲 汉族比丘尼明慧时 到武林休学时时间不长 而且也不算精进 然而 对法王和看部非常恭敬 信心很大 临命精实 欲知实质 正念分明 毫无痛苦 自由自在地往生了尽头 无前预言所说 法王尽敏不错 弘法立生事业 缘起成熟 九一年 秋 在五名佛学院灌顶传法期间 其化身又在拉萨采访 并同时在重庆等地 释见 这些详情在广告中记载 另外 还发生了法王的照片 讲话劝人 使恶修缮到稀有之事 其神通暴力皆非凡情所测误 为佛与佛方的究竟之量 凡见过法王 清闻心灵套门 心意念法 生静信族 以其等待宝宝 结缘的宿舵 即将被宝宝 隐生了几个世界 九乘佛法之间 无上大言满法 越来越烫射手的光彩和目尝 尊敬的宝宝 您老人家证悟了显密所有教会的囚禁之意 彻政国界 身体所测证的七岁水 六道一切有题 早获走 在国内外 政治政见的高福大 哪有对您不收起信心 哪有对您不恭敬的贤宝宝家 不愧为于末法时期 往开正法之门的佛陀再来的 显密佛法不美丽 与切正法所同传 至此 末法时期 至尊佛的主义佛 竖起了正法之大法 令显密正法的智慧之光变化大千 他老人家宏伟的立生事业 正日日增上 尽美至尊 言辞自赛藏 衡错三学精华大阳 湖边同会根源众多亲 祈祷至尊上师不耐军 让我们至心祝愿 法王主义宝 尽美名错大师 永久住世 护士正教 同传显密正法 广度一切众生 法王主义宝设 集过的 立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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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